台中市府撒币送高风险等族群免费艺人两剂快筛 没想到被民众发现居然有快筛不能用 有啥吃 西线没有出现 5月26号到6月9号 在我们台中的医疗院所施打新冠疫苗的65岁以上的市民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我们都可以再发两剂的这个快筛试剂给您 台中市采购美国进口快筛试剂复乐 P号COV2025-056共33万剂 发出29300剂给三批市民 高雄接到台中通报 也发现有买到这批问题快筛 库存还剩10万剂 通通都是取样后低入取样点 却没有浮现平管线 没有C线等于无法验出正确结果 不管是已经使用或者是没有使用的 从6月11号到6月30号指 到高雄市38个关怀包得来数 或者是38个卫生所都可以换取 台中市府及高雄市府都表示 将开放让民众拿问题快筛 至卫生所回收并领取新的快筛 没想到好意送快筛却送到瑕疵品 这还是全台首例快筛出大包 珍视史料未及 记者有联恩斌王世函台中高雄报导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